Arabai 欸Rika 喂 幹嘛 Dong time no sea 你要不要吃麵東西囉 嗯 好啊 博雲 博雲 餵 喂 幹嘛 餵 妳到哪了啊 喔 我在找路啊 一段早上好像帶錯路耶 蛤 傻眼 妳跟我說妳在哪裡 我在那個十字路口上 然後我在那個十字路口的右下角 十字路口的左上角是一個磚黃色的建築 欸 算了 你傳照片給我好了 喔 好啊 啊 啊 人家傳這種照片來喔 我就拿小機會揍你 喂 我找到了啦 我現在走過去喔 欸 那我直接上二樓喔 蛤 哪裡來二樓啊 喔 你跑臭電了啦 好啦 你不要動我去解你 看完影片是覺得心有稀稀眼 我們現在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什麼叫整整路吃的手機 幹嘛啊 來來來 我們看一下 路吃的手機長什麼樣子 你看 路吃就是把捷運路線圖設成手機的封面 欸 這樣很方便耶 大家就覺得我超級聰明的 你看我這樣一按 就是人家問我什麼 這樣我一按就直接出來了 然後呢 跟他報路就只能報捷運 欸 真的不行 你知道千萬不要跟我講什麼什麼路 什麼什麼路口 不用這樣子 你直接跟我講什麼捷運站幾號出口出來 怎麼左轉右轉就好了 這樣很累耶 這樣如果他不在捷運附近的話 你是不是就不能去啊 不能 好慘喔 因為我通通裡面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台北市地圖這種東西 因為我通常就是捷運路線圖 好可怕喔 你不能離開捷運站 所以就是如果捷運要轉 就是我會 他的遠近路我都是捷運直站這樣算他遠近路 我覺得身為路師的你們應該都懂得行對不對 那我不懂耶 OK 沒關係 不要理他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喔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都會看的 謝謝大家 掰掰